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先生 现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统治了秀妍 生意还是要继续做的 我们准备成立商会 想请你亲自出马 做商会会长 不行不行不行 我没有这个能力 你们还是另请高就吧 何先生 你是不想与我们合作了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呀 商会会长必须要有一个 德高望重的人 而且他有威胁 有努力来做 老朽不才实在是难以胜任 何老先生 我在秀妍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秀妍商界的情况也略知一二 何老先生在秀妍商界 可以说是德高望重 又有一手刁豫的绝火 在秀妍各界 能胜此任 非何老先生莫属 过奖过奖过奖 时光先生 老朽和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好啊 老朽实在是没这个能力 何先生 你就不要推辞了 何老先生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 时光先生 何老先生 既然是这样 你回去再考虑一下 我们给你时间 好 愿者 里面 萍 萍 萍 二少爷 二少爷 您 您要是想学雕玉啊 您得先学选玉 您看 拿这么大块玉料 您就雕这么点一个物件 太可惜了 是来 兄弟 你这是啥意思 我是说呀 我要是手里 拿这么大一块玉料 我得先看它的形状 气色和它的走势 然后我再琢磨 拿它叼一个 什么样的玉戒合适 士兰 这说你胖 你还喘什么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在这跟我指手挖脚的 二少爷 真不是我指手挖脚 是我师父 他就是这么教的我 士兰 疼吗 疼不疼 本少爷让你找个记性 要不是看得你身上有伤 我今天非打你个满地招样 奴才就是奴才 你嘚瑟什么呀你 二哥 这是做啥呢 士兰 你回来 笑什么笑 能得这么欺负人呢吗 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不是 那人家实来好歹不计是咱爹的干儿子 我看他倒像亲儿子 我倒像干儿子 这干儿子就这么横 那我这亲儿子往哪放啊 亲儿子怎么了 你亲儿子多个啥呀 那行那行那你少管我 我不干了 二哥 你去哪儿啊 用找你管我 玩去 二哥 你要上哪儿去呀 你们要闷死我呀 谁想闷死你呀 外边现在什么情况啊 满大街的日本鬼子 你出去 万一人家看你不顺眼 还不打死你 吓唬谁呢 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我出去转转怎么了 不怎么 但就是不行 不行不行 你要是出去了 看爹不打伤你的腿 佩琪 哥这条腿 早晚是咱爹的 我随时给他背着 再说 你不告诉咱爹 他上哪儿知道去 你要是替我保密 你的事我也不说 我的事 我有什么事啊 我好像没什么把柄 坐你手里了吧 你跟诗来的事 二哥一定会替你报命 闭嘴 我爹让我去送货 两手空空 送什么货呀 我爹让我去送货 你帮我去送货 你帮我去送货 我爹让你帮我去送货 至少 跟师光约好了 小医生 冲战 红冲战 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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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 武器 志祺兄 就这个蓝量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们日本 要在东北有大的举动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好 那从此以后 我就跟着你混了 好 那就留在诸室会社 跟我干 亏不了你 十文钱一个 二太队 您这是跟姑娘感激啊 今天没什么事 出来走走 好 快点开心 那亲一句说话 好 开心啊 在这挑几个啊 我给你官叔说个话 来 来 快来 我听说啊 日本人请贺老爷的出山 当什么商会会长 有这事 二太队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贺老爷的提起民事知道了 给日本人干 这要干好了怎么都行 这要万一干不好 这全家各跟着道路没了 那日本人可不是好人 你什么意思啊 我想干 这种事情我帮不了你 现在老爷那里 我说不上话了 我来 你看 这个可是个稀罕 我专门从有国民党军官的手里 收上来的 我在家里我呀 就就就就就 使劲地 这个这个想了琢磨呀 我什么才能配上二太太 只有她才能配上二太太 所以二太 您您您一定要收起 这么好的物件 还是留给你太太吧 她一个土豹子 她带着玩也糟进了 您说是不是 你不用客气了 我自有分寸 那就多麻烦的 您就劝她 不要当这伤困困困困 不是这样也是两全其美 是吧 一手吞两家的事 我知道了 我告辞了 好 谢谢啊 看好了吗 你啊 你看好看吗 好看走吧 关他脑袋跟你说什么呀 娘 她说让我劝你爹 别当那商会会长 不让我爹当商会会长 难道他想当啊 娘 可爹他现在也不听你的呀 只听白姆丹的 走吧 她说让你哭了 你church 我为什么在我上宋 看白姆丹的 他是英雄 在我看白姆里 这家网医生 还是是反应 跟谊 我还会回家 你还会回家 从蕩子里 罢了 把咱们家的玉石生意做起来 你就是不干 你不干就不干呗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跑到日本人那儿去做事 你就不怕背上一个汉奸的骂名吗 这怎么能算是汉奸呢 我在日本流的血 我会说日语 人家做生意我帮点忙 这叫人尽其才 怎么能算汉奸呢 前一段时间 伊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不要逼着我当商会会长 我没答应他 为什么不答应 他们嘴上说中日亲善 中日友好 他们为什么把军队开到了东北 为什么占领我们的土地 他为凭什么呀他们 爹 日本军人 那是军人的事 时光一郎他是商人 他是来做生意的 这是两码事 人家让您当个会长 你为什么不当呢 你不动脑筋呢 我要当了这个会长 商户们怎么看我 秀妍县的老百姓怎么看我 中国人怎么看我 您不干 总归还是得有人干吧 与其说让别人干 还不如您来 您想想 如果您当了这个会长 还可以为咱们商会的人 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吗 好 你去吧 你来考虑考虑啊 我先去吧 我先去了 我先去吧 我先去了 咱们 你还会儿子吗 我先去吧 我先去吧 妹妹 这又练上了 十二姐呀 这好久不练了 功夫都荒废了 那真可惜了 你不知道啊 我以前特别愿意看你的戏 你唱戏的时候 那小妖那么一扭 小波那么一脉 小眼那么一飞 美极了 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二姐 别提了 你找我有事吧二姐 我听说日本人呢 让咱家老爷当那个商会的会长 那可是得罪人的事 咱可不能干 你说万一弄不好得罪日本人了 还有那些商户们都不会满意的 这是老爷自己的事 就让他自己决定的 妹妹 我觉得你应该劝劝老爷 这种得罪人的事 咱千万不干 二姐 这话我说不合适吧 我 这话我不好说 说了他也不听啊 我 我觉得啊 还是你跟老爷说的好 你看 老爷要是不干那个 待在家里 还能天天陪着你 多好啊 行吧二姐 那我试试吧 好 老爷 听说 你要给日本人当商会会长 你怎么知道呢 这是外面早就传开了 我还没答应他们呢 老爷 要让我说 这会长 咱不能当 为什么 你看现在的形势 以后怎么样 还不好说呢 你干与不干 都是得罪人的活啊 那你说 我怎么跟日本人家了 那好吧呀 行吗 想什么呢 是不是 又想人家摆牡丹了 扯淡 那日本人都来了 我哪有心思想他呀 日本人来咋的 日本人来了 还得给你姓关子 一张大馅饼啊 这句话说的好 我就是要利用日本人 要一个大大的项目 日本人要成立商会 选商会会长 这可是和日本人交往的绝佳的好机会 这样的好事能轮到你吗 你看 前面有贺国勇 老伙太太 还有陈老五 论实力论资历论微信 哪个不比你强啊 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我听说日本人已经找贺国勇 让他当商会会 那 那你还有啥戏了 这把战刀真漂亮 有心思想 这把战刀真漂亮 有心思想 有心目的 还有 没关系 即将 UNKA 现在 好像 environmental 但是 这派能不画 有心思想 还不算 能换上一个玉石刀板 那将是完美 玉石 玉石什么东西 太秦你怎么忘了 我们这个地方产玉石 如果要是太秦相信我 找一个好的雕刻工匠 给太秦换一个 漂亮的玉石刀板 那将是一个完美的衣服 安三 那就谢谢你了 应该的 你干吗呢 你这要杀人哪 还要自杀呀 你干什么呀你 我这讲事呢 那你看这把战刀干什么呀 这是日军警卫队 吉野的战刀 我要给他的战刀上 镶一个玉石把口 这还不容易吗 找伙计就镶呗 这咱家那伙子 干得了这活 我告诉你 权县要想干这活 把他干得最漂亮的 就一个人 可我有 那你就求求他 和老爷子去呗 他能帮我干这事 那 那除了何国勇 就再找找别人了 石磊 二标 爷 李絮 跑一下 到贺集玉器行 把石磊找来 别叫贺集人知道 明白 这把战斗是谁的吗 这是日军警卫队吉野小队长的战斗 这可是他点名让你干的 让你在他这把战刀上 向上玉石把柄 官爷 我就是一平头老百姓 您 您说那那那什么野 他怎么知道我的呀 废话 那还不是我推荐的呀 我跟他说 这事儿 非实来莫属 你 你 你干还是不干 你要是不干 我可如实地跟吉野太军汇报 你可知道 这日本人可不好惹我 官爷 您这不就是难为我的吗 我给日本人丢这个 让我师父知道了 我师父也不好惹呀 你傻呀 你不会不让他知道 这是你的报道 官爷 官爷 你的非常地好啊 谢谢台军的夸奖 为了维护秀妍的经济秩序 我们决定重新成立商会 所以想请大家请出一位 你们信任 又能与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的 一个人选来 贺国勇怎么没来 他病了 来不了了 报告泰军 我有一个不错的人选 谁啊 那就是关守则 关守则是谁 报告泰军 关守则就是我 你不叫关大 见过不知道羞耻的 没见过这么不知道羞耻 真不要理我 我这也算是毛髓自荐 泰军 毕人大号 关守德 我也是做玉石生意的 可以这么说 在绣炎城 不认识我关大脑袋的人 不多 所以我愿意 当这个商人 更重要的一条事 我愿为大日本帝国效力 好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我们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那就这样定了 绣炎县商会会场 就是关守德 愿为大日本帝国效力 同时也愿为 各位商户的朋友 服务 谁呀 大娘 你是谁 这是何三家吧 大娘 是 你是谁 我是何三的公鸟 那个 何三不在家 前两天呢 刚刚回了一趟 留下十几块现大洋 他说是发得少钱 然后啊 又走了 十几块现大洋呢 我们也没发过 这么多想起来 他没说具体去哪儿吧 没说呀 他上哪儿啊 他也不和我打招呼 这些年哪 他老在外面走 这心哪 都跑野了 这孩子 那那个 大娘 那就这样 我先走了啊 给 你留下吃饭 不吃了 大娘 你别动了 我走了啊 你慢走啊 我们希望总部 能给我们派专家来 对秀岩地区的玉石矿外 进行全面的勘探 要扩大产量 我们就要做到心中有数 全面掌握玉石的储备和材质 我去找到心中有了 在心中有了 视频 就叫我 到心中有了 我还是在心中有了 想我的事 那心中有了 我就是说 我没想到 以后 有了 我是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什么储量 什么材质 来 坐下来 别坐 是这样 我已经向总部申请 让他们派专家来 勘探欲胯是吧 你忘了 我在日本 学的就是考古和勘探的 这件事你交给我办 我会做得很好 在这里 我离不开你 我出去考察 不影响工作 你需要我我就回来了 你让我好好想想吧 好吧 我给你时间 希望能同意 秀儿 是齐 你怎么来了 我想找你谈谈 好 好 走吧 你 士奇 你不是回沈阳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觉得沈阳的局势太紧张了 我这人胆小 一害怕呀 我就跑回来了 这日本翻译当得不错呀 放刺我 我哪敢啊 其实啊 这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手段 咱不说这些 我今天来 就想问你一件事 咱们俩那天的敬清酒 你说话说了一半 后来日本人就冲进来了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我 你没想说什么 我也就是随便一说 现在 现在也忘了 那你说 咱们俩那天算不算定性呢 那 不能算吧 那不是让日本人给冲了吗 冲了也算定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想承认这门婚事是吗 行 我觉得 你觉得 那你还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这是两码事 我算是看出来了 自打你去日本留学 你就把我给报 你今天给我个痛快快 咱俩的婚姻 还能不能走到一起 笑话 我 我觉得 咱们两个 虽然是指腹为婚 虽然是娃娃亲 但是这人与人之间 他需要了解 需要沟通 我觉得咱们俩呢 真的需要一些时间 再了解了解 行了 你不用找这些理由来推出我 我心里都明白 你现在根本就看不上我 笑话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就是 你 这个就么 你 你有谁 你怎么给你 我来说 找他喝三了吗 我跟您说 我去了他们家了 看到他娘了 可他娘说 这小子给跑了 没说上哪儿去吗 他娘说不知道 可是我琢磨着 他不可能离开玉石矿 咱不能让你爹冤死 放心吧娘 但是我觉得这事 还是和关他脑袋有关系 咱得拿出真凭实际里 上午 日本人召集我们商户开会 还认为关大脑袋 当商户会长呢 这会长咋能让他干呢 谁说不是啊 你到矿上去一趟 告诉工友们 这日本人来了 情况不一样了 得留点心 你跟伙计们说 要提防点日本人 妹子 回来了 姓务咋了 找施琪去了 可能没谈落 这也不能怪我妹子 这贺施琪啊 在日本待了几年 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 别那么说 人家要是不去留学 能帮着咱们家 找到玉石矿吗 秀和施琪的事啊 你这当哥的 别瞎操心了 我请看着他去 慢点去 咋的了 跟施琪闹别扭了 我咋感觉施琪他不喜欢我了 你别想那么多 施琪在外边 闯了这么多年 可能跟你有些生分了 你呢 得给他点时间 学着主动点 凭啥呀 我是女的 我为什么跟他 第三下次的主动 你们俩是一块长大的 咱主动点 不求人 你说呢 这三个人 我你的女性 你这种 都是好话 实习是个好孩子 别再傻了 商会商会 今天把诸位呢 请到我这来 就是想跟大家伙呢 说个事 我得琢磨两天了 你看啊 咱们能不能以商会的名义 咱们干点什么 这样咱们好叫日本人高看 怎么能喝这个 这事 这商会它就是一个形式 你还真的拿鸡毛当零剑 不是 这事要看你怎么干 怎么干 那你说说 你是怎么打算 我呀 我琢磨了好几天了 是吧 咱们这么着 你就想 你就心思 你说日本人这么大老远的 到咱们秀宴来 咱们能不能以商会的名义 给人家日本人 每个人送一件玉器 那这玉件是送给日本人的 还是卖给日本人的 当然是送了 那怎么是卖呢 对呀 问你说梦话呀你 那廖不花钱呢 你们商会里有这钱吗 他有吗 不是 花什么钱呢 摊派呀 咱们城里的铺面有这么多玉器店 每家一家 一家一家我何家 咱们城里边这个玉器店 怎么也得给我摆个多家 怎么也得给我分给日本人每人一家的 对不对 关首德 我得管你叫关会长 你听我一句话 这事别做 为啥呀 招人骂 招人骂 招人骂咋的呀 让他们骂就好了 对不对 只要是日本人高兴 这比啥都强 不是 日本人是你亲爹呀 还是你亲妈呀你 你孝顺他干什么呀你 你不能想着眼吧 前这点赢头小弟 不是 咱们大家会都知道 现在可是日本人的天下 对不对 咱们不得和日本人搞好关系呢 那这事 我们可得好好和计和计了 对吧 对 和计和计 和计什么呀 和计 谁说什么也没用 谁阻拦也没有用 这事也是经过日本人同意的 再者说了 我是商规会长 这事我决定了 行 这事我们可以按你的想法去做 但是玉石的料谁提供吗 对呀 我提供 那工钱谁提供啊 对呀 对呀 工钱谁提供 对呀 我给 大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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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嫂子在吗 好 官大叔来了 我以为是谁呢 大声豪气的 坐坐 包老爹 嫂子 这个矿上咋样 总算上路了 算行吧 你老葛就开始发了 你说我这股份 我这车子我都回去了 你说我咋就没这发财的命呢 你说 我咋就没这发财的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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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大叔 你这有碰面 应有作坊的 还不照样赚钱啊 你说 谁怕钱多了 摇手入胜 行了 行了 咱咱咱不说这些烦心的事 算了 我今天来啊 我是想跟您商务的事 咱这商会这不是成立了吗 我这就想啊 拍拍日本人的马屁 跟日本人拉了劲啊 你说咱们这绣炎 只有玉石才能拿得出手 我就寻思给日本人 每一个人做个玉件 你们这些采玉石户呢 多做点贡献 主要负责玉石料的 关老弟 你这事做的可不咋的啊 你想留下日本人 他不能这个留下法啊 你自己愿意拔进日本人 把你家铺子里的玉件 都给了他们 我也没意见 可你不能拿着大伙的东西 教人哪 嫂子啊 我这得拦你一句 怎么叫我拿大伙的东西 教人 我这还不是为了咱们大伙吗 不是 你跟人家搞好关系了 以后的日子和买卖 这不就好呢 这日本人咱得罪得起啊 你要是得罪了他 他给你小鞋穿 咱就得吃不了 都是总的事 这事谁愿意干 你找谁去 反正我不干 你也甭想从我这儿 拿走一块玉石 爸爸 你真不敢 当着日本人的面 我都敢这么说 那好 你这可不是捐我 你这可是捐日本人 娘 你说咱们这么不开面 他会不会报复咱们啊 听辣了古教魂 还不种地了呢 魂嗓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这是闲事咱们 HAHA珊 干什么 我整个minute 你們哎 你們幹什麼 平常撞我你 走了 你別怕我貴女 我跟你們走 行別再去你 上車吧 我這補花挺大屁驢子了 接我的了 你啊 爹 爹 爹 何大叔 何大叔 媳婦來了 不好了我娘被日本人抓走了 今天上午關大腦袋去我家 關我娘要玉石毛料 說是給日本人做玉劍 我娘沒答應他 都是關女人的刀的鬼 不可能吧 關大腦袋能這麼幹嗎 他這個人什麼師父了 怎麼 我娘被日本人抓走了 爹 我就說吧 當初的會長讓你幹你還不敢 這關大腦袋幹了 開始被非作歹了 我沒想到這個關大腦袋 這麼快就和日本人 穿上一條褲子了 不幹就不幹了嘛 省著讓人家說咱們是漢奸 何叔 我要是到了這個會長 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你這樣 你趕緊去找你那個日本同學 說說情 看看他能不能把你葛丹蔣給放了 好 好 那我現在就去 別急啊 好 時光俊 吉野先生 我想 可能是發生一些什麼誤會 葛老太太一家人很善良的 葛老太太拒絕為大日本皇軍服務 我的 要槍斃她 時光俊 看在你我多年朋友的份上 給我點面子 他只不过是一个老太太 别跟他过不去了 施济君 我的 看在你们多年同学的关系上 放人的可以 如果 让他把御件给我们送过来 我的放人 请你的理解 你怎么办呢 秀儿啊别哭了啊 你说娘这么大岁数 日比云定的在那儿 哎 老爷了 四季 怎么样了 那怎么办呢 小娘 小娘 虎哥 你们还太是时候了虎哥 咋的 娘被日本人抓走了 为啥呀 还不如那关蛋脑袋 自打他当上的商会会长 玩命的霸击日本人 让所有的商户 把御件全送给日本人 今天找到娘头上了 娘不干啊 他又跟日本人打小报告 把娘给抓走了 我看这关蛋脑袋是不活腻的 士气已经去求过日本人了 结果还是不好使 事情从郭南脑的儿媳 还得找郭南脑袋 这位是谁啊 虎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是贺时袭 这是我虎哥 八匹虎 九阳大名 我知道了 就是贺家的大公子是吧 那我可得说这两句了 余小姐太有地方了 把我秀妹子撇到一边 不理不管的 学两句日文化 找不着北了 行了 虎哥 你少说两句 啥少说两句 说几句都是清的 我警告你小子 你要是敢对秀三心二意的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二叔 走 找个关蛋脑袋去 这个哥老太太 敢跟我关的脑袋叫来 我要让她知道知道 日本人的厉害 我说老头子 这件事 你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这个老东西头发长见识短 我就要利用日本人 好好地归着归着 来让她知道 关的脑袋不好惹 谁不好惹啊 二位这是 怎么着 不认识我了 您看我 您看我这臭技 二位今天这是 没事 随便转转 顺便逃换个好东西 那行 那二位 随便看 废话 我没有知道 那个好 还问你干什么 那得看人家 温老爷 有没有这个诚意 您这次 真是想买 废话 上你这来不买 到你这来干啥 好 好好好 慢点 八爷 这可是吴明殿的震殿之宝啊 酒肉纯肠 您看这名 好 就这个 老包爷 您看 二叔 给钱 信官的 我听说 你准备给日本人送礼 还让日本人抓走了葛老太 你这么想巴结日本人 那你就得用你自己的玉价 去给日本人好了 你给我听清楚 一会儿 你亲自把这件玉价 给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 而且 必须保证 把葛老太太 给我平平安安地放回 要是老太太少一根头发 我让你脑袋搬家 他在说的话都听清楚了 我听着呢 我听着呢 我听着一遍 把玉价给日本人送 然后把葛老太太送回 我去 把葛老太太验 你怎么问啥 我去找你 你先那墓 行吗 也应该去找你 都不是 你把你找我 我去找你 你找我 来 你找我 叫我去找我 我找你 你拳手 算了 人早没吧 一会儿包起来 我亲自给人是把人送去 太决 这都是一些商户们孝敬太决的 太决 你看 太决 这是我个人孝敬太决 在中国 它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名字 叫酒肉穿肠肚 这是我个人孝敬太决 太决 太决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怕狗狗太放了 不是你让我把他抓起来的吗 主要都是为了教训教训这些商户 现在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 对啊 总美 谢谢太决 那谢谢太决 那我们钳三 干娘 你没事了吧 我没事 你们看 我这不挺好的吗 胡子 你咋来了 娘 胡哥听说你被日本人抓走了 他亲自去找的关大脑袋 逼着他叫日本人把你放出来的 拿枪往脑门那儿一顶 人家怎么着 他裤子都是了 看来咱们老葛家 和关大脑袋这个梁子算是结上了 干娘 用不着怕的 咱关大脑袋再找啥弄死 就是啊 赶紧做饭 杀鸡 让他们在这儿吃饭 快点 好 不了 干娘 山上的兄弟们还要等着话二叔呢 您老好好养养身体 我改着再来看您 二叔 我们走吧 好 慢走啊 哥 你先把娘服进去吧 我去送送他们啊 哥 你想啥呢 你也不给我玩 没想啥 这次真的多亏你帮忙 娘才得救 谢谢你 这不说一样的吗 再忍着他也是我干娘 我总不能看着不管吧 你说你挺好的一个人 赶就当让狐狈 这样也不是个事啊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可是这人哪 白得容易黑 黑得可不容易白 这个好比是笨童改水桶 怎么改 错话也在 这要是想改行干点别的 哪那么容易呢 对了 孝 我听说 你和贺家那个洋学生 都喝得更惊讶了 别提了 也不知道贺师傅现在怎么想着 他对我不忍不忍不忍 他对我不忍不忍 他对我不忍不忍 啥玩意 黄把独子 他小子娶了你这么好的女人 他还拿一把 笑 你等着 我是阿祖把他抓起来 狠狠替你叫他一顿 行了 虎哥 我的事我会处理好的 你就别管了 二当家还在上面等着咱们呢 咱们快上去吧 好吧 走吧 他骂了 你说 我给日本人送了那么多礼 这等于什么呀 这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你这才叫偷鸡不成十八米呢 谁想到了 这老哥家 跟这山上扒皮虎还有够的 你这才叫偷鸡不成十八米呢 我说老头子 就这事 你怎么不跟日本人说呀 我傻呀 这扒皮虎狠着呢 我要命不 我说老头子 还有让你更难受的事呢 听说赫杰大少爷 也给日本人做事了 这老哥家 勾在山上土匪扒皮虎 老贺的 靠着时光一郎 不 喝着就把我老关甩一杯 都出来吃了 爹 是爹 这次考察你非去不可呀 不去不行 我都准备好了 老爷 要我说啊 失其这次去啊 也肯定是日本人让的 你想啊 那日本人能得罪得起吗 上次那葛老太 不就是得罪了日本人 被关了好一阵子 差点都没要了命啊 咱们有言在先啊 一 你不能帮助日本人打中国人 二呢 在这个生意上 你不能损害中国人的利益 嗯 这个我能保证 老爷 给我 你见到时光一郎以后 再帮我帮我那玉谱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爹 你怎么老店这边玉谱 这跟咱家有关系吗 我能够干什么 马上你问你给我吗 嗯 好 去吧 阿姨娘我先走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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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小梅 来 来 来几天了 回先生话 到这三天了 先生 我一看你就是个好人 你能不能放过我 好人是谁往积院留的呀 我看你都像是个梁家父母 你怎么跑这儿来的 先生 我家是海城的 父母死了 我是来投奔亲戚的 可是没想到 一到这儿 就被亲戚卖到这儿 是 你这是唱哪出啊 行了行了 我这个人哪 最见不得眼泪 你呀 坐着 陪我捞我磕吧 那 那 那聊点什么呢 琴棋书画 你懂吗 孔蒙之道呢 吟诗作 算了算了 你呀 就跟我闹了 你是怎么被卖到鸡院里来的 你刚才说 是你家亲戚 把你卖进来的 你们家亲戚谁呀 先生 这我可不能告诉你 为啥呀 我要是告诉你 我就没命了 时光秀 你找我 师姐姐 我要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 你看 这是谁 师祺 梅子 梅子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找我哥哥的啊 借口 你这心里还有你哥哥吗 你明摆着是来看师祺的 哥哥 好了你们聊吧 我还有事 师祺 你走之后 我真的好想你 我也都不想你 你来得太好了 好 听口茶 谢谢 瞧这姑娘长的 像个瓷娃娃似的 看这皮肤 又白又细的 可人极了 行了大哥 日本没白打呀 还得回个箱好玩的了 培琪 这个得叫大嫂 大 行了吧 二哥 别瞎说 姑娘 你在日本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日本是做护士的 这个在日本啊 护士的工作 特别受人尊重 喝茶 梅子 这就是我们家的浴室店 真漂亮 这就是我说的细有名语 大毛 大大也过来了 把这个挂唇打开 看 漂亮吧 这是什么 这是鸳鸯 鸳鸯 鸳鸯 鸳鸯在我们中国想象的爱情 真美 送给你吧 真的 那我先戴上 怎么样 好看 那我把这另一半送给你好了 你不是说它相称着爱情吗 就让我们就有爱情关系了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跟那个日本女人 到底什么关系 就是一般医生的关系 什么一般医生的关系 我是过来的人我还看不出来吗 你们两个绝不是一般医生的关系 我说是 你还信不信吗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只认秀做儿媳妇 其他人甭想进这个家门 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行 爹 这是我的事 我就一点主都做不了 不能 我是你爹 这个家我说了算 我跟你说事情 这件事情我够给你面子的了 我能让你把这个日本女人 领到家里来 我跟你说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如果你再敢让她来 我就当着你的面把她轰走 别说到时候我不给你面子 爹 你不觉得你太霸道了 对啊 我就是霸道 因为我是你爹 老贺家就是我说了算 你也可以 将来你当了爹 你也可以霸道 走吧 慢点哥 赶紧回去 哦 哎 哥 你看 倒扮得多漂亮啊 这日本娘们有啥可看 一个个长得跟丑八怪似的 我跟你说 就这样在日本娘们里算是好的 梅子 知情 等酒了 秀儿 哥 你先回去吧 中国人有中国人谈恋爱的方式 中国人谈恋爱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一句话两句话呀 也跟你说不明白 我不管 总之你爱我就行了 对 你呀 兵荒马乱的 你说你上中国来干什么 你不是跟我说吗 中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 中国人很美大 所以我来看看啊 对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 中国人的文化 小军 小军 中国人的文化 都没有 好 急 曼 不过贺老先生来得正好 我正想请你指教一下 看看我的中国书法写的 我对书法没有什么研究 不过按照中国的老话说 这字如其人哪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通过这个人写的字 就能看出他的人品和性格 我非常赞成您的观点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远远流长 就拿书法来说 中国的文字 就要比我们日本文字 写出来要漂亮得多 世光君啊 我没想到 你会有这种认识啊 佩服 佩服 但是 仅仅靠你们自己 要想发扬中国的文化 是不够的 还需要我们大和民族的支持 更需要我们武士道精神的渗入 要是不够的 一切 要是尊重的 尊重的 一切 尊重的 对 这些人 你父亲是怎么得到这封玉仆的 听我父亲说 是从一个军官手里得到 这名军官参加了当年的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 何老先生 玉仆有消息了 没有 我就是随便地喂一官 行 那我没事了 既然时期不在 那我就告辞了 好 好 好 到了 今天上班 好 起来 上哪儿了 我没上哪儿 刚才上外面看了看石榴 你有事 天凉了 我给你织了个毛微博 来 戴上试试 来 戴上试试 怎么样 好不好看 很好看 不好看 你们笑什么 三小姐 咱们咋没见戴一雨呢 是啊 小姐 我们的呢 就你们 你们是谁呀 十来有人疼了 行了 有人疼了 瞎吵什么赶紧干活 干活去干活去 是真谋的吗 去去去 官司 时光阶 怎么今天您来亲自市场 近来状况怎么样 终日清善 东亚共一切顺利 很好 我有个事情想问你 你知道一本 叫玉谱的书吗 好像听说过 是雕刻玉器的书 但是没有见过 这本书 很有可能在信里 在绣炎 太军说会在谁手里 根据我的判断 很有可能在贺国勇的手里 这好办 让吉野军带着人到他家去送不就完了 现在 我们还不能这样做 太军放心 我一定帮助太军找他这本书 先走 你忙 太军慢走 太军慢走 这么好 这任务又下来了 他跟我说啊 说你们家有一本书叫 叫叫叫什么玉谱 嗯 叫一下 你 叫什么 你 呢 这个 儿子 这 什么 你 你看 你 看 这还没说的先封门了 咱俩这不是聊吗 再有 我不是想让你都赚点钱 再说 我要是 把你给吉野做军道刀饼那事 要让贺老爷子知道 他能饶了你 官爷 这可别呀 只要你能找到这本书 耐心地找 日本人会加上你 证着 不管事成不成 官书先检查你 先拿着 那我就是 试试 来 来 来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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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试 试 试 大半夜的不睡觉 在这儿干啥呢 没有 二少爷 我也睡不着 我就在这儿溜达溜达 在这儿溜达溜达 这里面锁着我们家最贵重的玉器 是不是要动手两件了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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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思 来 走 跟我见我爹的 二少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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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间老河沫浴的手把劲 这叫金蝉望月 这个东西好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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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石栏是您的徒弟啊 还是石树的 怎么了这是 日房夜房 家贼难逢 咱俩可出家贼了 坏奇 这山庚半夜的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闹什么呀 三姨娘 石兰 说实话 是不是想偷东西呀 你说实话 我保证让我们爹不打你 我保证让我们爹不打你 说啊 师父 二太太 三太太 您别听二少爷的 我就是因为睡不着觉 所以我说在院里面走走 二少爷回来了 非说我在那儿骨的那锁 说我要偷东西 那没有的事 爷爷 石来来咱们家这么多年了 可从来没听说过 他偷拿过什么东西呀 是啊 爹 那石来要偷东西他早就偷了 二哥 你别看人家老实 你就冤枉人家 石来 你起来说话 我不敢起来 石来 起来吧 这天色也不早了 大家都回去睡吧 都散了吧 都回去睡了 走吧 走吧 快起 石来 起来吧 爸爸 散了 散了啊 爹啊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 清清楚楚地看着 石来反的痛苦那把锁 痛苦开了吗 没能开了 那你不得防着吗 这万一要丢点什么东西 睡觉去吧 爹 睡觉 睡觉 再这样 再一样 睡觉 睡觉 你不得了 这一带呀 都是硅酸盐地盲 特别容易形成玉石 石器君 我发现一个问题 好的玉石都出在山清水旧 风景秀丽的地方 玉是有灵性的 所以出玉的地方都很美 你们中国人讲玉有武德 都是哪武德 武德的说法有很多种 最普遍的是人意理智性 刚好玉这种东西呢 它分五种颜色 温润 凝丽 灵 这是玉的特征 刚好映照着人的武德 我还想请教一下 玉石最好的品种是什么 红色 所谓血玉 不过到现在我都没看见 还有就是白色 再其次是绿色 血色玉石 那一定很漂亮吧 梅哥 小心点 知道了 其实是什么 还是浪水 鲜蛋 这就是 没问题 是啊 我重新看 我们 不过好 만 雨 是 pping 都是 这个 是 才为何 是 别说 不是 语 same 什么 大丈夫 也太多 ل 对 雷范 梅子 你没事吧 梅子 好了 走了 走了 来了 快点啊 梅子 快 快走 梅子 快 梅子 快 快点 别走 别走 闭了你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贺家大少爷 好非活 你想干什么 跑山里干啥来了 这旁边这小娘们是谁呀 带走 走开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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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别走 我 别走 别走 我 别走 你 我 是我的妹妹 好过你自己想象 我不管你用这段办法 还愣着干什么 马上进阁队伍 出发 是 小子 咱们挺有缘分的 又见面了 暴屁虎 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得问你自己啊 怎么着 我听说你现在给小日本的干事 还成了小日本的面前的红人了 就在我们中国人眼里 你就是汉奸 汉奸出卖中国人的利益 我不干 我不是汉奸 他娘的和小日本的打两着 你还不是汉奸 那你还是汉奸呢 你不说打日本人 你带着这些兄弟打中国人 你是不是汉奸 我还没挤着 你为什么要让他 他撇得一边步 来人啊 把这个狗汉奸的脑袋 给我砍下来 不行 不要 不要杀人 先杀我好了 这日本娘们 还挺心疼你小子 好 我今天就给她一面了 来啊 把这两个狗男女 都给我拉出去逼啊 就这么把你们俩杀了 太便宜了 否则 上次的钱 可还没到呢 贺他爷夫 四公斤 我这耗子留礼貌啊 这次再给她送狗信去 如果钱还不到位 再杀你们俩也不值 二叔说得有道理 老外 去趟老贺家 给老贺家报个信 让他们拉起来赎人 我来撕票 老爷 阿姨 八匹虎送信来了 您 贺老爷 贺家大少爷在我手里 现明日上午时时 送来五千大洋 否则撕票 扒皮虎 爹 这扒皮虎咋的了这是 这怎么专门跟老贺家过不去 不是 说日本人要进山去 胡捉扒皮虎吗 不是啊 等日本人去抓扒皮虎 实际秘密 保不保得住都不一定 老爷 不然 我们来软的 找个人上山跟扒皮虎谈判去 爹 这个注意好 派谁去啊 二哥 你去 行 我去 活 blues 好 走 我去 我去 帮你 然后双头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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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是 来 你去 怎么有 真的是扒屁虎干的吗 行 姐 您看 姐呀 钱你们先别送去 明天一早 我先去一趟清凉山吧 不行 你怎么能去清凉山呢 那扒屁虎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你不能去 行不行 我也得去呀 贺大叔 我不能看着施琪在那遭罪 行 这修为了施琪 真算是豁出去了 你看看人家的修 如果有人iros 请再来 这和我主持人ack 小姐 说准备 你看看人家人家的修理 靳山继续搜查 靳野军 拜托了 请你放心 萧儿 你说你懒这权势干什么 你别管这么多 你就说你放不放人吧 笑 我抓他们俩 那也是气体出气 这施奇这小子 咋说也是你未婚夫吧 那他呢 是和那个日本娘们在一起 行了 咱现在不说这个 你就说你放不放人 放人 行啊 那他得答应我的条件 你说 啥条件 拿钱 他老贺家这次 不拿出五千大洋来 休想把这小孩领下山 那要是没钱呢 没钱 没钱就领头脑子回好了 吴哥 你就不能给我点面子吗 今天我谁的面子也不给 可我举手叫你放人呢 我告诉你 这儿你是放也得放 不放也得放 笑 我可听闹 好 不 我 我 我 人 你了好吗 二娃 二娃 走 二娃 来 吃点 来 吃点 这是咱们从凤庭带回来的 来来 亲家伙 来 喝点茶 你快歇会儿吧 来 喝水 亲家 你说 秀和施奇俩人挺好的 他咋就搅和不到一块去呢 这说来说去 不都是我那个宝贝儿子施奇吗 你看这秀多好 知书达理 人长得也俊 我一看就是一个过日子的好手 我跟您说 我喜欢这丫头 亲家 我听说 你们家施奇和一个日本女子搭鼓到一起了 秀 是这么回事吗 施奇啊 我对不起你 我已经有信赏人了 就是事过没子 放屁 我跟你说 你说小子 我就是念肯不要你这个儿子 你也不能跟那个日本人结婚 除非他也从媳妇出来 杏儿 个混账 各位商界同仁 前段时间 我和施崎君 对前线的一时矿 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根据满铁诸事会社的要求 要加大玉石对日本的出口 因此决定 从现在开始 满铁诸事会社 对所有的采域矿铁 都要参股 他们有参股 这可不行 啥意思 参股是自愿的 不能强势吗 就是嘛 对 你们都跟着瞎抄手什么呀 啊 这是大日本诸事会社的决定 不容上来 你们执行就是了 哪这么多牢骚 各位父老乡亲 我补充来的 日本诸事会社 参股 这一句是靠好 这一句是靠好 我觉得那就是一件坏事 有钱 大家可以 扩展开放 啊 玉石卖到日本 大家可以赚很多的钱 我觉得 对于我们开矿 是有帮助 大家把眼光看得远点 这件哪有这样的事儿的 这诗棋也是 竟然向了日本人说话 你啊 你说诗棋咋咋了 咋了 这诗棋都快成狗汉奸了 哥 你说什么呢 诗棋怎么能成汉奸呢 我 娘 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这不是吗 刚才日本人召集商户们开会 说是要对咱们 玉石矿入股 商户们都不同意 可诗棋协说 入股是好事儿 可以增加产量 还可以出口日本 你听娘说了吗 我看这诗棋在日本待几年 就快从日本人那儿走了 你 大清 大清 秀儿啊 咋样 吃饭了没 娘 我真的吃不下去 瞧你这点充喜 她实习不同意 就拉倒 咱不能替头挑子一头热 娘 你 想不明白 你说我哪一点对她赫师级不好了 她去日本之前对我海市传毛的 这咋念了四年的手 就成这样 秀啊 这事你得听娘的劝 想开点 这女人哪 是谁的老婆 跟谁一锅脚马勺 这都是命争注定的事 你和世奇 也许就走不到你当去 不 我不信命 我不相信世奇他会变心 我不相信 我这个傻闺女 你怎么这么强呢 谁个儿 跟你娘一样 一条到走到黑 好看 世奇 今天你在商会上 说的什么屁话呀你 你屁股坐在哪儿你知道吗 我花钱送你到小日本去学习 是为了让你学知识学文化 没让你学了怎么巴结这日本人 爹 我不是这么理解的 我认为日本人拿钱 投到我们这玉石行业里 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 这是件好事 什么好事啊 框是我们自己的 他想入谷就入吧 再者说了 入谷这是自愿的 双方自愿的 他也不能抢救啊 你们俩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呀 抄抄个啥呀 真是 让他到日本去了一趟 他专门替日本人说话 孝儿 我听说你病了 特意去城里边抓两副草药 过来看看你 虎哥 这大老远的过来 辛苦你了 还 啥辛苦的 我都听说了 是不是因为那个姓赫的 我早就跟你说了 把那小子杀了算了 虎哥 我不许你杀他 虎哥 不许你胡来啊 来 吃马克 三娘 我其实就是看不惯别人欺负秀 他既然这样 那就让秀好好有命 秀我跟你说 你姓赫那小子 不值得你为他遭这份罪 秀 你看你虎哥说的 那说的对 为了失其呀 不知道 哎 干娘 要不让秀跟我上山去 兜兜风散心得了 秀 你虎哥说 让你上山去散散心 你愿意不 秀 我那大山林子 你漫山遍野那么一转悠 心情立马就好了 我再带你抓个野鸡套个袍子 老有意思 娘 我要跟虎哥上山 秀 你 干娘 你放心 我保证把秀平平安安的给送回你 行 干娘信得过你 咱哥说好了啊 秀要是少赢个行业玩 我找你臭小子算账 干娘 你放心 帮我身上 大哥 你干吗都 拿着 大哥 大哥 那你不跟他爹说一声啊 我没必要跟他说一声 大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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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哥要走 爹 我大哥要走 是我把他拦一下的 别急啊 来你员长 你有事 大哥 你别走 来 你拿来找你了 走 那还怎么可能 他要走就让他走吧 你来他干啥 娘 你什么意思 你别走 我啥意思 你还不清楚啊 他要是走了 这个家产不就都是你的了吗 那我也不让我大哥走 你傻呀 你 你这个孩子 不听话呢你 招呼也不打一声 说走就走 你什么事哪儿啊 干我的老板孩 考察欲控 因为我说了你几句 不高兴了 现在外头兵狂马乱的 家里最安全 我觉得我还是出几比较好 我知道 这几年你在外边跑野了 心守不住 但你这次要走 为什么呀 给我个理由 我说了几句话 现在所有人都说我是罕见 我说的不对吗 这玉卖给日本人怎么了 我是为咱们商会的人说话 这玉卖给日本人 跟他们侵略咱们 那是两回事 一回事 我们那买卖做得好好的 他日本人插什么嘴 那您不觉得 玉能够出口是一件好事吗 不出口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走吧 你赶紧走 你要不走的话 你就真正罕见了 可是你走了 那你跟秀儿的婚事怎么办呢 那就先等等再说 等等再说 你说的轻巧 财力也过了 这些酒也喝了 你说走就走啊 你说不干就不干呢 好 你要走也行 你和秀儿先把这个婚事给办了 你愿意上哪上哪 你就是走到天涯寒久 也没人拦着你 我实话跟您说吧 这婚结不了 为什么 没有感情 什么叫感情 就是没有感情 你要逼着我干脆就把我杀了 穿死 这是怎么了呀 这有话不能好好说呀 这整个家里 就听你们俩在嚷嚷了 出去 让他们吃饭〖 就是说 这隔禁 mess 就虽然不香了 不是 那中共 moderator 现在日本人 逼着咱们个入骨 你爹这是着急呀 这么着吧 我说什么也没用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呀带着我爹 上清凉寺 问问关事金菩萨 你爹他还信这个 信他最信这个了 你不信你试试 那只能这么着了 你不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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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明千经千明灯 师主 优优独播剧场 你还不信你 再说什么 我就给你 你不信你 我跟你说 我说怎么想 你怎么办 你不信你 Evie's 冬眉 兵荒马乱 你还是回去吧 你都不怕危险 我也不怕 我正要跟你走 那你出来跟你哥哥说了吗 我不用跟他说 我是奔着你来的 好吧 好 走吧 郭勇啊 你给大伙说说 就为了这入骨的事 我去了一趟清凉寺 那菩萨咋说呀 说这个事啊 要敢走不敢玩 要果断行事 日本人入骨不行 那菩萨都这么说了 咱就啥也别怕了 要入咱可都入啊 别有入有不入的 对对对 我不入 那我也不入 那好 那这事啊 咱就跟日本人看到底了 咱们就说好了 采狱的不下矿 卖狱的不开张 二位队寻 二位队寻 不好了 那些商户们停业停产 都罢工了 这些人统统盖上了 建兄 官司 你是商会会长 为什么出了事以后 才来向我们汇报 都 都是河国勇和哥老太挑拾的 我去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棍萨 商会会长是你 出了事就是你的事质 不要总往别人身上退 这样不好 是 是 姬野兄 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 我们向日本出口玉器的大事 依我看 战事先依了他们 早晚我让他们就范 没想到这日本人 还真做出了让步啊 不入国了 真没想到 杜奶奶 你是怎么想起来 让我到清凉寺去抽签的 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 看来是有什么意义 在帮过呀 那不是诗奇吗 诗奇 小白也是诗奇 让我带您去清凉寺占卜求签的呀 不愧是他 这小子都快成汗奸了 怎么能是他呢 老爷 你不能这么偏向大老婆生的孩子 那怀琪和佩琪的事 你就莫不关心哪 什么大老婆二老婆的 这不都是我亲生的吗 那手心手腕不都是肉吗 你哪能多事啊你 那怀琪每天待在那座房里 在那水灯上一蹲就是一天哪 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跟工人有啥区别啊 你别为问我不知道 他哪天在这个座房里头 好好待过 哪天他没有头着跑出去玩 本来我想把他放在座房里头 好好学点手艺 讲来这个座房就让他来管 他是那块料吗 他就是一个扶不起来打斗 我再跟你说件事 前两天我看见那个陈掌柜的了 他跟我说他儿子看见咱们家佩琪了 那个孩子呢我也见过 小伙子长得也不错 人也挺厚道 而且还有一手好的雕工 我觉得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 你说的就是那个陈老五家那孩子 那老陈家家境倒是挺般配的 可是那个儿子 我怕佩琪不同意啊 他不同意 他想找什么样的 我觉得挺好 哪天我筹过时间 我跟他们去聊了这个事情 老爷 那也得让佩琪同意才行啊 秀 来啊 这趟没白来吧 嗯 谢谢你虎哥 这次跟你出来玩 真的挺开心的 哎呀 看着你这心生好了 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 原来我对土匪这一行 一点都不了解 就现在看来 干你们这行真的挺刺激的 我说秀 你想啥呢 你是不是以为 这当土匪挺好玩的 这当土匪的 天当房子 地当床子 吃一顿饱一顿不错 这脑瓜子都在别的裤腰里头 你和索子这家子 你把红萱来疼 meio 你不客气 你肯定能不能嫌疑 那这划 你他穿着 你吃着 那几席 你拿着 这话 鱼得 这味儿也是宫有女的 要不然啊 全都乱了套了 那照你这么一说 你这辈子都不能 爱上一个女人了 我倒是想 可谁能看上咱这当土匪的 二哥 你可都好几天没来了 人家都想你了 我爹让我管家 我现在是我家大茶柜的 作坊里忙 我这还是借着尿道 丢不出来的 那谢谢二哥惦记我了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见不着你 抓心的我看着 你说的可是真话 我对灯发誓 怎么了 我许不是 我老太熟哪 还能帮我 曾经你 闹 me 再帮他 我可以走 还是 与我 对 我 小梅在亭上接客呢 那小桃红呢 小桃红在 小桃红 接客呢 太子女请 二哥 二哥快点 二哥 快 二长爷 耗这口 官爷 您要是不耗这口 到这儿来干嘛 好 你先玩着 我先过去 慢走 小梅 小梅 看把你吓了 他都已经走了 来来来 小梅 你怎么那么怕关大脑袋呀 他是不是把你怎么着了 你倒是说话呀 二哥 我跟你说实话吧 上次你问我 我说是我们家亲戚把我卖到这儿的 那个亲戚 就是关大脑袋 你真的是 要让我打開 你 你是 我 你 你有没有 户 我 你 祝 你 它 你 没有 你 说吧 属小梅需要多少钱 那是我们春夕楼的摇钱术 高低不卖 你要是不卖 我就让扒屁股来砸你的小妖 二爷 你可别吓唬我呀 这我呢 他已经向关东军守卫队提了申请 这儿的治安以后由他们管下 二爷 你没看见那吉野队长 也经常来我们这儿玩吗 你少拿大奶的吓唬小孩子 给脸不要脸什么事 爷不吃那套 二爷呀 你说那小梅就是个小姑娘 除了哭啥也不会 你把她赎回家有啥意思啊 这再说了 你还真能娶她呀 那你们家是啥身份 这你要是把个妓女领回家 那你爹还不打死你的腿呀 我这条嘴子早晚是我爹的 我随时给他备备 你这老宝啊还挺会说话 他爱枯燥了 我就愿意看他哭 好好好 那二爷既然这么稀罕小梅 我我也就亏了血本了 五百块大洋 把小梅赎给你 五百 你这不是明抢吗 二爷呀 这都啥年月了 你还这么说话 这兵荒马乱的 人多不好找 五百块大洋 少一分 你也别想把小梅领走 二冒 把你们做成的活 咱送到库里去 好嘞 世兰 我帮你吧 二少爷 这活我们干就行了 这活我们干就行了 你就帮柴手吧 好 来 走 少爷 你好 你好 你不平安 平安 你不平安 闭嘴 小梅 就是为了小梅 小梅 轻点 拍一音乐 项 电臭 电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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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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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舍得他买了 哎 老爷子知道我这废话 抢我费管了 他要是知道 我敢买了 这么着 我顶天的给你三百 三百 你使个大劲放个小屁 我那对玉盒的还值五百呢 那能一样吗 这是古玩 这是乾隆年间的玩意儿 你这可是新货 这三百就不少 行 你既然这么说 把上别人家转了去 干嘛 你这一刻就这么掉了 你这二少爷脾气怎么越来越大呢 他 不是我出价 你才知道 这不是行里的律局 我没时间在这跟你摸牙干 行 我在成全力 五百就五百 我亏本交朋友 小梅 从今天以后 咱再也不来这儿 以后 你就是我贺怀琪的女人 我是什么人 你心里不会不清楚 要是关大脑子问 小梅去哪儿 你最好是把你的口给我封牙了 不然 我仍不了 二爷 你就放心吧 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 熟出去的姑娘 不管谁问 我是绝不会提的 来 走 好嘞 说 谁干的 怎么都不说话了 老爷对你们这么好 谁还在这儿吃里扒外的 到底是谁 是你 你 是你 是你 我 你 都不说是吧 啊 那财神 才能自己长着翅膀飞走吗 我 今天晚上你是哪儿了 我在房间睡觉了 爹 你这啥意思 爹啥意思都没有 随便问问 爹 您别着急 我看 不像是伙计们干的 都像是外贼 外贼 啊 哦 可是这外贼也不知道咱们家有库房啊 好 好 就算是外贼干的 那也 不会就拿一件预期就走了 也是是不是 爹说的有道理 那 这个 我就不太清楚了 好了 大伙儿回去睡吧 好啊 都不说是吧 那今天晚上就都别想睡觉 都给我站着 小梅 这是我出生那年 我爹亲手给我叼的护身符 他说啊 能保佑我一生平安 他从来没离开过我 今天啊 我把它送给你 只要你平安啊 我就平安了 二哥 感谢你这个大好人 把我从火坑里救出来了 二哥 你放心 这一辈子 我愿意为你当牛做马 别别别 别这么说 我原来总的 直接把你离我们家去 现在看来啊 还不是时候 回头啊 跟我爹好好商量商量 咱来个明媒证据 二哥 我谢谢你 不过 现在就先委屈你一下 这房子 是我租的 以后 这儿就是咱俩的家 你家 先在这儿住着 等二哥一有时间 就来看你 二哥 我能等 你让我等一辈子我都等 小美 佩琪 佩琪 谁来 听我跟你说 我亲眼看见 是你二哥拿的那个财神 你敢告诉咱爹你 行行行行 你先坐下坐下 听我跟你说呀 你二哥 昨天晚上也看见咱俩了 你二哥 那怎么办呀 我想过了 你要是跟你爹妈说 那财神的事 你二哥就能把咱俩的事 也告诉他们 这事啊 咱们再绷绷 我先走了 先干活去 千万别说啊 来 这就是浴池吗 对 我可能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我aries 你都要 你要ês虎 你可认我 你不然 没有人 我爸 你就是我 我三哥 你不认骨 我可是你管你 我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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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你 我可以 你不认我 黑影 智琪 你怎么知道 这有一个空洞啊 我上中学的时候来的 原来是个溶洞 后来发现有狱 很多人到这里才狱 你看 这墙上 还有凋入过的痕迹呢 怎么样好点没有 不行还是很疼 那我背你回吧 嗯 来 笑儿 我是真舍不得让你走啊 但是我听说 这小日本的要进山脚匪 我也就不留你了 谢谢你虎哥 这次跟你在一起 真的好开心啊 那就好 你啥时候还想上山 就赵回城 我亲自去见你 嗯 好 虎哥 要是有一天 我真想上山当土匪 你要不要我 别胡咧咧 你这一个女的 当啥土匪呀 我是说如果 假如我要来 你要不要我 要 那你之前不是说 什么女人是霍水 能把山上的执念脚乱套吗 这下怎么又变卦了 实在不行 咱俩就 别给清凉山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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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过远 把那根狗男女杀了算 不行 我执张 她们俩在那干嘛呢 谁知道她们在干什么 怎么没好事了 我过去看看 你们这是怎么了 好了